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台湾地区的板块与地貌 首先我们来看看台湾周围的板块状况 西边主要是欧亚板块 东边则是菲律宾海板块 大约在600万年前 菲律宾海板块朝着欧亚板块的方向向西北方向推挤 我们用Google Earth的地图再看一遍 这个推挤的速度大约每年7到8公分 我们先看台湾东北方的板块推挤现象 在这里菲律宾板块引磨到欧亚板块下面 之前我们讨论过聚合性交界 就是两个板块互相推挤 在交界处会产生海沟 引磨的板块会再度融化成为地寒的一部分 压在引磨板块上方的板块 就容易因为推挤而有裂隙 使低寒的岩浆向上推挤 而形成造山运动与火山 在台湾东北部这边 就有琉球海沟 再往欧亚板块的方向呢 就有琉球群岛的火山岛湖 而我们台湾东北方的贵山岛 其实也是火山岛湖的一部分 再往台湾南方 板块推挤的现象来看 则是亚欧亚板块隐没在菲律宾板块之下 按照聚合性交界的板块理论 交界处会有 海沟 上方的板块则容易有火山岛的形成 于是你看这边就有 马尼纳海沟 再过来一点 就是 旅宋岛湖 也就是火山岛湖 蓝羽与绿岛 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只是蓝羽与绿岛 已经脱离了岩浆上升的位置 所以现在属于 死火山 几乎不会再有 喷发的现象 我们仔细看看 台湾附近板块的推挤现象 像不像就是一把刀子 切开一张纸一样 刀片 就是菲律宾板块 纸张 则是欧亚板块 刀口的位置呢大约落在台湾东北角的位置 这样特殊的推挤现象 也造成了台湾 许多特殊的地貌 例如说 台湾有许多南北向的山脉 例如 海岸山脉 中央山脉 玉山山脉 雪山山脉 阿里山山脉 等等 由于这样的推挤作用 也形成了许多的逆断层 例如 彰化断层 车龙埔断层 双冬消化断层 水里坑断层 其中这几年 影响台湾最大的921大地震 这一样的位置 就是在车龙埔断层上 这些地形 急剧的变化 使得台湾山区容易有许多的瀑布 而由于板块推挤所造成的造山运动 台湾每年上升会大约1公分左右的高度 这使得许多的河川 都有所谓的河街地形 例如这是一般的河水 稳定的流过地表之后 所形成的切割 也就是河流 河流的两侧因为流速较慢的关系 会有一些堆积的现象 之后的造山运动使得地表向上抬起 由于地势变高之后 河川的切割能力也变强了 所以会进一步侵蚀原来的河床 新的河床两边能会有因流速缓慢而形成的堆积现象 也就是沉积现象 接着地表继续升高 河川的切割能力也持续增强 这就是河街地形形成的主要原因 这张照片是大汉溪的河街地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河川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其他旧的河街位置 都已经发展成为村落 台湾地势的升高除了造成河街地形之外 其他像台东的八仙洞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原来八仙洞就是海边的海史洞 随着台湾地势升高之后 现在八仙洞离海边已经有一段的距离了 以下这张照片是 墾丁的珊瑚礁地形 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生长在海里面的珊瑚礁 也都随着地势的升高 出现在半山腰的位置 这里是 阳明山的火山口 它的位置就在欧亚板块被菲律宾板块所切割的位置 所以容易造成板块的裂隙而形成火山 这张照片是花莲的清水断崖 因为两个板块推积所形成 许多直立坚硬的变质岩 在海洋的侵蚀之下 就变成了断崖的形式 这张照片是东北角野柳的石灰岩景观 因为板块推积时将原本沉积在海底的石灰岩 推到陆地上来 这些石灰岩后来受到海浪的侵蚀之后 就形成这种特殊的地毛 这是花莲泰鲁阁峡 也是因为地势不断的升高 再加上3D变质岩的质地坚硬 导致河船向下切割严重 造成了峡谷地形 这张照片是台南的越世界 因为板块运动的关系 从海里面推积出来的沉积物 这些沉积物的质地松软 容易被雨水冲刷而不容易蓄水 使得植物不容易生长 所以形成这样光秃秃的景观 这是澎湖的柱状仙武岩 澎湖的位置并不在聚合性板块 所形成的火山岛湖中 而是在欧亚板块 没入菲律宾板块之前 我们都知道 仙武岩地形主要是因为海底火山的岩 凝固所形成的 所以澎湖的行程 其实比台湾的行程更早 大约在1800万到800万年前的板块运动 所形成的 澎湖在当时是 张列庆板块下面的一个热点 因此形成一个 以玄武岩为主的 岛屿群 以上是台湾地区的板块与地貌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魔虎 麻烦 稍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